我以前曾經想過到立法院 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可是真的面對的時候 反而很輕鬆 昨天晚上開業車 看了很多資料 新人文化部長李遠 立院首度背巡 輕鬆面對 但怕的是藐視國會法 通過二讀 其實我滿怕 因為我講話亂講的 而且我是一個滿輕鬆 很愛開玩笑的人 那以後到立法院 我覺得稍微嚴肅一點 背巡中立委提到抖音 在台灣活躍用戶突破560萬人 偏好度直線上升 文化部長直言 很排斥 如果有人傳給我 我會也滿討厭的 我覺得抖音滿明顯 是一個認知作戰 他讓我們的 所有接受抖音的人 他缺少耐心 看更長的片子 然後缺少思考 另一頭社環委員會 新任環境部長彭啟明 同樣首度背巡 坦言壓力很大 那我一直在積極準備 像我昨天到快要到11點 因為環境部的 等於是包山包海 非常的多 所以我必須趕快消化 那我當然 我有一定的自信 但是還有很多 我還是要學習的 坐到位置上 還是緊張的左顧右盼 從性向達人到部長 新身份還在適應中 但對於立法院 二讀通過 藐視國會罪 他則喊話 立委們請放心 我是一個非常 耐心的人 所以我很少會去生氣 所以我相信我可以 尊重各位委員的各種的指教 我從小就是一個 不大會去頂嘴的人 新部長總馬上任 面臨探費徵收 還評審查 還有改善空評 三大挑戰 考驗還在後頭 三小六位科學生 泰北森目的 南科目泰北森目